我国政坛传来二号 马华元老之一 哪都威拉 颜文龙 今天淫沉一点多 语诗长词 享年92岁 他的儿子颜天璐 清晨在脸书证实父亲的死讯 马华总会长 哪都斯里为家强 表达了深切哀悼 为家强在脸书贴文 赞扬颜文龙 是马六甲社会 想当当的人物 曾经担任三届州行政议员 也曾经任马华 甲州联委会主席 长达12年 为家想说 颜文龙一波 已经由次子颜天璐来继承 继续为华社贡献 颜文龙在1982年大选当中 击退行动党强人林吉祥 开启了辉煌的从政之路 之后更连续五届在大选胜出 热爱健身的他 当年积极推动马六甲机场街 以他为雏形打造的 健美健身铜像 更是如今许多游客 热门的打卡地点 他往生的消息传开之后 许多人纷纷流言致哀 家属镇着手安排 身后事 昨天并就想通知了 pouvez打造水 都不接从 我们就死了 昨天对 immers od 的